这是兄弟联经历的最惨烈战役 也是阿登战役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这场战役不仅让兄弟联一战成名 也让希特勒最后的豪赌彻底失败 于1944年12月20日 阿登战役进入到了第五天 纳粹德军的第五装甲集团 已经把巴斯托涅给彻底围困了起来 此时在巴斯托涅负责防守的 是美军王牌精锐第101空降师和第10装甲师 从19日开始 美军在通往巴斯托涅的各个主要交通道路上 部署的防御小队 就遭遇到了纳粹德军探路先锋的多次进攻 这是纳粹德军想要在全面进攻之前 试图先找到巴斯托涅防御最薄弱的突破口 而在巴斯托涅东北方向 此处是由第101师506团第二营负责防御的 这也是一连所在的位置 因为是急行军赶赴到巴斯托涅 所以整个第101师都极其缺乏补给 再加上现在的巴斯托涅 也完全被纳粹德军所孤立 任何补给都无法到达 对包围的美军几乎是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甚至连预寒的衣物都没用 有超三分之一的美军因为寒冷和饥饿 而产生了非战斗减员 但即使如此 美军也依然没有太好的办法来解决当下的危机 只能通过坚守阵地 等待援军来博取一丝生存的希望 甚至 纳粹德军还用大量炮火 对巴斯托涅进行了覆盖式轰炸 致使巴斯托涅一半以上的房屋被摧毁 大量受伤的平民和士兵挤作一团 等待救治 但美军此刻已经自顾无暇 更别说去照顾平民了 只能任其自生自灭 更糟糕的是 纳粹德军后续又把美军的医疗战给炸毁了 让美军的医疗系统陷入了进一步的崩溃之中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按照纳粹德军的作战计划 是想要在25日圣诞节之前 彻底攻陷巴斯托涅 为了能尽早结束这场战斗 在22日 纳粹德军要求美军投降 却只迎来了美军一句 NAS的蔑视回复 这让纳粹德军指挥官无比生气 于是下令让纳粹德军更加猛烈的进攻 双方就此围绕巴斯托涅的防御圈 爆发了无比惨烈的攻坚战 与此同时 在巴斯托涅的北部 纳粹德军的左翼先锋部队 派普战斗群也同样被美军围困在了拉格莱茨 为了能营救派普战斗群 纳粹德军向该地区投放了大量散兵 但却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此时的派普战斗群和巴斯托涅一样 已经陷入到了绝境之中 如果再没有燃油支援 派普战斗群只能放弃坦克 用不行的方式突围 而在巴斯托涅南部 美军的南方军团 也逐步赶到了巴斯托涅战场附近 但大雪和大雾的天气 使他们并不能立马对巴斯托涅进行有效的救援 只能祈祷天气能赶快变好 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 时间来到了23日清晨 这一天大雪突然停止 露出了晴朗的天空 这让美军终于看到了支援巴斯托涅的机会 很快便有探路的战斗机 来到了巴斯托涅上空 投下了信标 随后不久 便有大量的运输机 在P-47的护航下 冒着纳粹德军的防空炮火 给巴斯托涅投下了大量补给 让美军的士气得到了极大提升 虽然纳粹德国也紧急派出了战斗机 想要前去拦截 但却并没能突破P-47的防御 在P-47的强大战斗力之下 纳粹德军的战斗机很快就被击溃了 美军的这一次空中补给支援 总共投下了95吨物资 可谓是极为关键的救命稻草 让美军第101空降师和第10装甲师 能够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继续支撑下去 但这还不止 美军随后又派出数支P-47战斗机编队 对巴斯托涅进行了空中火力支援 围绕巴斯托涅附近区域进行了巡航 在寻找到一部分围攻巴斯托涅的德军装甲部队后 便立马进行了定点打击 而缺少防空火力的内粹德军 对此却无可奈何 但在这期间 也出现了不少乌龙事件 有一支美军战斗机编队 竟把美军的防御阵地也当作了敌人 并进行了攻击 随后 被误伤的美军也愤怒地进行了还击 双方就此展开了你来我往数回合战斗 直到一名美军指挥官实在忍不下去了 掏出了辩识棋 这才让此次乌龙事件得以结束 但总体来说 有了美军空中力量的加入 纳粹德军的进攻瞬间就陷入了劣势 为了防止炮火部队暴露位置 纳粹德军只能暂停进攻 战场就此陷入了短暂的安静 但此时的整个阿登战线却出现了逆转 因为天气转情终于让美军的战斗机有了用武之地 超3500架美军战斗机 扑向了纳粹德军的装甲纵队和后勤部队 使纳粹德军的后勤补给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但此时的纳粹德军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战斗到这种程度不尽责败 只能继续硬着头皮进攻 特别是纳粹德军第二装甲师 他们接下来将要进攻一处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 这条路口控制着一条高速公路 这条高速公路将大大缩短纳粹德军到马斯河的距离 而此时负责对这个十字路口进行防御的是 美军第82空降师和第106步兵师 以及第7装甲师所组成的混合部队 他们早已利用此处的地理优势 铸造起了严密的防御阵地 于21日清晨 纳粹德军的巡逻队发现了这处阵地 于是便发动了第一次进攻 但在美军严阵以待的强大火力面前 纳粹德军很快就被击溃了 而美军则是无意伤亡 随后不久 纳粹德军的步兵又从北翼方向发动了第二次进攻 但依然没能突破美军阵地的防御 很快就被击溃了 到下午三点 美军阵地突然遭受到了一波强大的火力覆盖 原来是纳粹德军又发动了第三波进攻 这一次 纳粹德军直接派出了两个坦克连 跟着一起进攻 这让美军的防御阵地很快就出现了溃败的迹象 面对来势汹汹的纳粹德军装甲部队 明知不敌的美军只能被迫撤离 但却没想到 就在撤离的途中 突然又有新的美军带着装甲部队前来增援 这让撤退的美军又重新回到了战场 与纳粹德军再次进行交战 而面对着突然而至的美军装甲部队 纳粹德军也十分震惊 此消彼长的逆转形势之下 纳粹德军敏感不敌 指挥官只得下令进行撤退 这让美军又再一次守住了这个十字路口 但美军却并没有太过高兴 因为他们也清楚 这个十字路口对纳粹德军突破到马斯河的行动尤为重要 所以接下来很可能将面对纳粹德军更为疯狂的进攻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纳粹德军就用无线电干扰了美军炮兵观察员的波段 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量装甲部队 配合制弹兵师进行了冲锋 面对如此悬殊的火力差距 美军却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撤退 而是想要继续坚守阵地 但这也只是紧紧延缓了败亡的速度 当纳粹德军逐步逼近到阵地边缘时 美军终于顶不住压力选择了撤退 但却仍有一部分美军没来得及收到撤退命令 而被遗留了下来 特别是在一个古仓里 还有一队美军仍在阻击纳粹德军的进攻 在即将被纳粹德军包围时 一个美军集中生智 把古仓里的牛群放了出去 制造了混乱 这才趁机得以逃脱 于是这个十字路口最终被纳粹德军所占领 但这并不足以逆转整个战局 因为天气开始好转 美军的南方军团 终于开始对围攻巴斯托涅的纳粹德军展开了进攻 而美军大部队也开始计划朝着德国方向进行大规模反攻 而此时纳粹德国的军队 也在希特勒的命令下 不顾一切的想要冲向马斯河 哪怕现在纳粹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极度缺乏燃油 并不足以支撑后续的战斗 但此时也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而让希特勒不知道的是 美军后续的增援大部队已经赶到了马斯河附近 提前部署好了防御阵地 就等着纳粹德军自投罗网 而接下来的所有焦点 仍然是集中在了巴斯托涅上 而巴斯托涅的战斗 也即将迎来最为关键的转折点